姐们儿今天真的是困死 人家都是为勤所困 我是比狗 今天非用姐姐休假 老大一大早就去学校打球 老爱带着老爱出去吃早餐 妹妹一大早就把我吵醒 她教学的方式就是 妈妈快醒来 今天是个晴天 我就纳闷了 我又不是等着天起 要去下地种田 外面刮风下雨 逛我屁事 赶紧这枚留脸咖啡提提神 平时我都是半杯的 今天太困了必须买上 我老头一回家就喊 不得了不得了 煤气罐漏气了 赶紧打999 我说打个毛线 正用风控资源 如连这么像 跟煤气罐有半毛线关系 她说那就开窗吐下气 我说今天四十笔 开空调的 你可以在热死和臭死中 选取死的法 最后她选择了臭死 她帮我买的这个红薯面包 19块钱 我妈要是知道 应该要哭晕在厕所了 但老家这红薯都是喂猪的 上次种了睫毛 美则美矣 就是岩屎不好清 偷一坨岩屎 就会掉两分钟 做完早餐 来头一拖二去婆家蹭中饭 我出去搬砖 加了地铁 突然天降甘霖 我好担心我新买的小皮孩 我是真的很爱她 客服说这是真皮的 比珍珠还真 比旺峰的皮裤还皮 今天跟几个同事聊天 聊到医美 我说好奇怪呀 现在很多商家都会找我合作 但是唯独没有医美 是因为我长得太丑了 他们笑的前仰后翻的 我以为会有人昧着良心 安慰一下我说 芬姐 其实你也没有那么 嗯 丑 结果一直到我离开都没人说 我算是懂了 让这些学霸睁着眼睛说瞎话 哪怕只说一句 也是数到难 难于上 青天哪 今天拍外景 老板请我吃了一个煎饼果子 我一看价格就觉得呼吸困难 我点了个北京烤鸭的61块 加点脆饼还要另外给3块 这到底是香了金还是带了钻 没有南非钻 你带颗莫桑钻也好啊 内地卖6块 这里60 过了一条河 身价就翻了10倍 此刻我的心情跟杨白劳是一样的 舍不得吃 想带回去给我的喜儿们尝一尝 回家先去菜场买菜 老头说出去吃吧 我说出去吃一顿又得300块 你离100平的首付又远了一步 然后我花90块买了四五个菜 先会如我呀 回家一顿操作猛如虎 40分钟做了三个菜 8点钟终于开饭了 想起了我的煎饼果子 赶紧拿出来让他们也试试 此处要配上杨白劳的BGM 人家的孩子有笔吃 你妈我钱少不能买 摆下老板送的笔 给我儿子吃起来呀 吃起来 吃起来